好 然后对 我看本次会议上有很多的新面孔 就感谢各位专家和同事可以拨拢参会 那我先快速简单的介绍一下 CubeEdge是一个Robotic立会的一个背景 首先就是CubeEdge这个项目是 由华为捐赠给CNCF的一个云原生边缘计算项目 目前是处于孵化中 然后正在冲击毕业 然后现在社区生态也有很多的贡献者 以及厂商都参与到这个开源项目的开发 整体来说这个生态是比较繁荣的 然后CubeEdge是一个Robotic属于CubeEdge社区下的机器人兴趣小组 它本身是以CubeEdge作为一个底座 然后基于这种云边协同的架构 然后为现有的一些机器人生态系统赋能 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机器人应用开放效率 好 就简单介绍这些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主题 本次例会我们 是浙江大学的王岳教授 王教授他本身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有非常高的造诣 发表了多篇的体会论文 同时也承担了各标准组织和期刊的编维 今天王教授将跟我们介绍移动机器人场景的一些关键技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教授吧 感谢您的介绍 好 我分享一下screen OK 能看到吗 嗯 可以的 好的好的 好 那么 非常荣幸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年在这种机器人的学习方面 以及在实际实际世界机器人的学习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王岳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进行一下今天的汇报 我的汇报的题目是Toward Learning Based Real World Robots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基于学习和取动的这种控制方法 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性能 那比如说呢 在这种科学问题的解决上 比如说这种AI for science 在蛋白质折叠的解决 在这种玩游戏 比如说单机游戏 像星际争霸 多人游戏像这种Dota 另外还包括像围棋 都获得了很好的性能 那甚至呢 在实物的机器人上 像灵巧手操作魔方 或者四足机器人 也都是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我们以这个灵巧手操作魔方为例啊 在这个手部的这种精巧操作的背后 其实它有这么一套非常大型的数据采集设备 它能够去从各个视角采集机器人的图像 而且通过主动的光源呢 来抑制环境光的这么一个干扰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实际的硬件 数据采集的台价的同时呢 还建设了一整套的仿真系统 那另外呢 连这个魔方也是特殊定制的啊 里面加载了特殊的传感器电路 来把这种魔方的状态给它传给它传导出来 那么通过这些呢所做的工作呢 最后实现了在传感器 在仿真器里面训练一个策略 然后直接迁移到实物 让机器人去工作 那么可以想象的是 这么一套策略在训练出来之后啊 很难去泛化到新的这种场景啊 比如说当这个一个相机的pose发生改变的时候啊 或者是魔方的大小发生改变的时候啊 这种训练出来的策略都需要重新进行一个训练 才能够实现新的任务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套策略 直接去做机器人的任务的话 那意味着每个场景 我都要去构造一套新的数据采集装置 构造一个新的仿真器 然后呢去进行hours to days的这么一种训练 才能够实现新场景的泛化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种cost 对于机器人 对于学习驱动机器人而言 显然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能够构建一个策略啊 能够在很多的场景 很多的物体 甚至是很多的任务下 都可以实现一个泛化 那那么直观的来说呢 如果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策略 我们就需要只让这个策略网络 能够去意识到场景是不同 能够去意识到这个场景 意识到这个object 这个物体 你甚至呢去意识到各种各样的任务 那么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想法 就是说既然policy要去意识到 这些各种各样的元素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对sync做个编码 对object做个编码 对这个task做个编码 然后把这些编码的向量给它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大的表征 扔到这个一个一个大型的神经网络里面 transformer mlp 扔到一个大的神经网络里面 然后呢 让这个神经网络去输出这个机器人 最底层的所有的关节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到一个大神经网络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去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呢 那么一个非常直觉的回答就是 这么一个网络肯定是非常难以去训练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呢 就主要的原因在于啊 把这么多的元素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粗暴的这种编码方式 非常简单的这种replantation的design 以及非常粗暴的这么一种prolet这种策略的架构啊 他很有可能会学到一些很难去进行一个训练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围绕的这个 今天我这个报告主要是围绕的这个replantation的设计 以及这个策略本身架构的设计啊 从两个机器人非常典型的任务 分别是navigation和grasp 这两个非常典型的机器人的任务来探讨一下 面向这些任务 机器人的这个基于学习的这种机器人 表征应该怎样去设计 policy的architecture 应该怎样去设计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 想介绍一下导航方面的一些一些一些内容啊 我们希望去做一套universal的通用的这么一个导航的系统 那么这个导航的系统 如果我们把它 我们对这个导航的系统的任务进行一个定义的话呢 我们说我们选取这两年来一个比较 这种传统方法不太容易做的一个任务 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去达到一个 用图像来编码的目标 然后在一个从来没有之前没有去过的环境里面啊 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我希望最后能够去实现在任一个新环境 通过给一个任一个用图像进行编码的目标 这个机器人呢 能够自己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达到图像编码这个目标所在的位置 那么这个问题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 一个挑战呢 是他本身要需要这个 因为这个map的存在 这个未知环境 我就必然要构建一个map 而这个地图呢 是一个高维度的 而且呢 是一个实变的 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环境 所以它是一个实变的 每个时刻都有新的内容进来 一个实变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内容 我要去能够去表征它 我要去为此构建一个evolving的一个技 来适配这样一个逐渐变大的map 那另一个方面呢 它是一个long horizon的问题 我们说在这种强化学习里面 我们需要经过很多个step 才有可能到达最后我们图 我们图像所编码的那个目标 还才能安全的到达 那就意味着中间所有的步骤 它很有可能都获取不到reward 都难以去会获得一个 就会存在一个悉数奖励的问题 那要解决 要设计这样一个universal的导航策略 就必然要去克服这两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classical的传统的方法 去解决这种问题呢 通常的思路就是 我们要在线的构建一个地图 然后实时的去决定 往哪个方向去探测 确定一个frontier 然后呢 再从这些frontier里面 选择一个 我觉得最优的这个frontier 然后继承前往 那么在这么一个策略里面 我们需要在线的去构建一个 稠密和全局一致的地图 但这个构建在线的构建 本身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代价 因为我需要进行在线的全局的优化 在线全局优化之后 每次轨迹一发生变化 我又得把整个稠密地图 全部重新构建一遍 这个本身是非常expensive的 而且另外呢 这种传统的方法 在挑选frontier的时候 只能遵循一个非常贪婪的一种指标 就哪个frontier 从frontier到目标点和 从我当前位置到frontier之间 距离之河啊只能通过这样一些比较贪婪的指标 来选择frontier 这个是传统方法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我用learning的方法来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我通常为了去记忆逐渐进来的这些图像 来来就是来来来构建这么一个 evolving memory 那必然我要使用一种带有记忆的网络 比如说像lstm 像recurrent network 我需要利用这样的网络 来不断的记忆新的图像 然后最后呢映射到一个动组上 那可以想象这必然是非常低 它的这个sample efficiency一定是非常低的 因为大量的大量的样本在一开始可能都是无法到达go 都是碰撞的那些负样负负负负的这种图像 而且呢把所有的内容装到一个大的神经网络 装到一个大的recurrent network里面 很有可能会学到这种虚假相关性 也就是spurious correlation 那么这种correlation的出现必然导致非常不好的泛化性能 也就是到新的环境到新的image 他给他的时候 他的泛化性会比较的差 那么这两年呢 在这个science robotics上发了一篇新的文章 他提出了一种叫modular based system的呃 modular based learning system的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把传统的这种呃导航方法里面 这种模块化的架构嵌入到学习的方法里面来进行学习啊 比如说这modular架构它基于 基于传统的这种语义地图啊 在线的地图构建啊 把它接到这个地图的结果后面去来形成一个模块化的架构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思想就是把整个策略的空间分解成了几个子问题 有些问题呢 交给传统方法做 有些问题呢 交给学习方法做啊 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来缩小整个空间的复杂度 也就意味着这种思路 这种框架的设计上天然的给这个策略带去了一个prior 一个结构上的prior 那就意味着它学习它产生spirious correlation的机会呢 有机会能够进一步的缩小 但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架构呢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啊 比如首先是它的地图的表征问题 我们说要进行 要在这个real world里面去跑一个slam 它必然会面临着drift也就是飘移的问题 那每次呢 做loopclosure又会对整个地图呢 进行一个大幅度的更新 那么本身这个操作是比较呃就像传统方法一样是比较昂贵的 但另外呢 这个操作还会有一个新问题 因为对后续的神经网络策略来说 每次发生闭环 整个地图发生优化的时候 对于后续的策略而言 它很有可能认为这是一张新地图 而不是单纯的认为这是一个优化的结果啊 所以这对后续的策略带来了新的麻烦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slam构建的地图 它非常取决于啊 机器人的起点 因为整个坐标系是机器人的起点决定的 所以呢 机器人在同一个起点 哪怕有一些不同的姿态 都有可能导致后面整张地图 因为坐标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那这对于后面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我们知道这两个之间只差了一个坐标系 但对于后续是一个神经网络来说 他又可能认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张图像 两个两个环境啊 所以这些内容会导致后续 会导致后续神经网络policy的输入空间啊 变得难以去鉴别同一个环境 还是不同的环境 那这也就是说 他有成这种表征存在一个性质 他的invariance是非常的弱的 就是这种不变性是非常的弱的 所以这 所以这是他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因为他直接输出到最后的策略啊 比如说向左转多少度 向右转多少度 向前向后进多少米啊 因为他直接落到了最低层 最底层的这种控制的指令上 所以呢 他仍然存在一个long horizon的问题 也就是大量的样本在一块是可能全部都有碰撞 所以针对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进行了一些 我们提出了一些方法 是做一些改进 首先我们针对这个地图表征的这个改进呢 是我们提出了一种roto translation invariant的表征 也就是说对于旋转和平移呢 他是具有不变性的这么一个表征 那具体的方法呢 是我们把整个地图构建成了一个graph 来表征地图的这么一个思路 其实并不是说是我们提出的啊 但是我们在进行graph的特征编码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方式啊 我们通常来说graph每个一种 基于graph的编码方式呢 就是在每个节点上去存一下 他的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观测获取的位置 但是我们不把这个绝对的pose 存到放到编码到graph里面去 而仅仅去编码相对的测量 把它放到边里面 也就是说节点跟节点之间 我们去存一些几何几何性质的信息 相对的测量 relative的这个pose 但是这个节点的内节点里面呢 我们不存任何跟绝对坐标系相关的内容 只存那个在那个节点所看到的观测 比如像图像了极光了信息 然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去存储呢 因为当发生闭环的时候 所有的pose都可能发 因此而改变 那么就意味着graph 如果我们存绝对的pose 意味着整个graph 所有的特征都发生了变化 但如果我们只编码相对的观测 那么发生一条闭环 也只是增加一个 增加一条边 那么过去其他所有的边 都不会发生变化 那从而带来一个很好的invariance 那么除此之外呢 当这些起点发出轻微的变化 整个地图的坐标系发生变化的时候 整个我们的这种编码方法 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因为它跟绝对坐标系无关 因为通过这样一个 一种表征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在表征层面 给这个问题的输入空间带去很强的一种不变性 那如何去获得这种relative的观测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SLAM问题 一个是autometry 一个就是通过地点识别的方式来获得相对的观测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在策略空间 我们把整个这个从地图 从刚才的方法里面 从地图到最底层控制的这个过程 给它结偶成一个探索的过程和一个运动的过程 也就是上层做一个决策 下层做一个具体运动 这样一个hierarchical的分层架构 那么在上层呢 我们只需要一个学习一个基于前面这个图表征的 invariance很好的这个图表征的一个策略 它只要去学习 去每个时刻决定去探索哪个frontier就可以了 然后呢 然后呢在下层呢 在下层呢 去求解一个从当前的位置 到达给定的frontier的一个运动的策略 safely motion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其实我用A星做一个引导 然后去构建一个非常直步的一个motion的策略就可以了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分解呢 我们可以发现上层的这个策略变成了一个supergoal级别的策略 那就意味着它的horizon能够被大幅度的减少 原来是个longhorizon的问题 现在变成了一个短horizon的问题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强化学式求解的时候 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性能 那么其次呢对于底层的这个运动策略来说 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局部的 它只要去学一个非常局部的运动策略就可以 而不需要再去关注整个这种像A星级别的这种 global plan级别的这种问题 所以呢因为它变得非常的local 它的问题空间呢也是被大大的讲话 所以呢我们只要用另一个强化学习问题去解决就可以了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针对这样的一个分解以后 所要去克服的两个呃技术 一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去做 我们能不能去提供一个好的place recognition 来来把这个边能够比较可靠的给它生成出来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能不能生成一个比较好的底层的模型的policy 能不能学出来 那么针对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place recognition它的挑战 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呃能够能不能在同一个地点 当发生比较大的视角变化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给予它们同样的特征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是当我们在同一个地点 啊当我们已经识别到了这两个地点 那么尽管它们存在很大的视角变化 我们已经识别到这两个图像来自于同一个地点 那么尽管它们之间存在比较大的视角变化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视角变化的情况下 获得它们之间的relative的pose 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前面那个graph的边就可以很很可靠的去生存出来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place recognition的表征方法 我们通过把这种观测铺到bev的表征下面 然后通过在bev表征上呢 去构建一系列的这种等变性和不变性的架构 就能够去实现我们前面在就可以实现在架构层面呢 就能够得到一个对视角无关的表达啊 而且呢也可以获得一个全局收敛的位置估计 那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们进行一个实验 我们在室外做这个实验 因为室外呢它的它的这个挑战会更大一点 像光照了 像动态张染物这些会更大 所以呢在这个室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在两个在一个数据集上就间隔比较大的 就地图和当前运行的环境间隔比较中间间隔比较大的 这么一个数据集上就NCLT上 我们能获得更好的性能 那么对于这个地图和当前环境比较 间隔比较小一个图像差异不大的这个数据集上 我们能够跟当前这种比较优秀的方法产生出差不多的这个指标 所以平均下来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性能 那么从右边的一些case上呢也可以看出啊 当我们的图像跟我们当我们这个当前的图像跟地图里面图像存在很多的动态战物的变化 比如出现了比较多的车啊 而且出现比较大的光照的变化啊 我们仍然能够去把两者之间给他recognize出来 然后呢其实视角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啊 一个是面向这些房子的啊 一个呢这些房子跑到最左边啊 我们也是能够进行一个成功的地点识别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去看一下他的这个post estimation 可以发现我们用了两张图像之间可能存在零到五米的这个距离的变化 再叠加上这个视角的变化啊 可以发现啊我们的方法呢能够得到更好的精度 而且处理的时间呢也能够更短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基于特征点的匹配的估计位置的方法 也是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可以保证我们在前面的这个graph里面 比较可靠的去产生这个边 那另一个问题呢是要去构建一个比较好的底层的motion policy 那我们发现呢就因为motion 既然我们要做一个motion policy 那就意味着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出 最后会到达整个机器人的底层控制指令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学习的一开始 可能大量的控制都是一种随机的运动 可能大量的在一开始的数据全部都是这个sample efficiency 非常低的获得不了好的入卧的那些数据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 那有没有可能让这个机器人从强化学习一开始 就具备避障的能力 就具备一个safety 这样的话呢他能够用更多的sample去采集那些导航的 一些导航指标方面的一些样本 从而去提升sample efficiency 那么如何来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在这个强化学习的策略后面再增加一个传统的优化 我们说能够把强化学习的策略通过一个叫控制障碍函数 也就是cbf优化的这个方法 能够让它天然具备一种避障的性能 能够让即使强化学习输出的策略产生了碰撞 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后处理的优化 让它避开这个碰撞 用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让强化学习 就可以让这个agent在强化学习的一开始就具备避障的能力 从而希望去提升sample efficiency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构建了一个word model 能够让从word model里面去做采样 来避免大量的跟环境交互进一步的去提升这个样本的efficiency 那另外呢 尽管后续这个cbf的优化能够让强化学习避碰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把优化的这种程度 作为reward的一部分 把它导回到强化学习 能够让强化学习意识到自己所做的这个策略呢 到底多大程度上的借助后续的这个cbf 也就因为这这么一种构造 使得强化学习的这个 在强化学习中这个安全部分 从一个硬元术变成了一个软元术 从而避免像这个像传统的这种强化学习碰到碰撞 这个当前这个episode就只能结束 导致这个样本 样本的efficiency非常低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通过这些操作以后呢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实验 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方法从一开始在successful上就进入一个上升的趋势啊 而且从这个collision上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是没有collision 那这个方式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学习的一个效率啊 而且一开始就进入一个这个整个totalstep数量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啊 提升这个学习的效率 最后呢也是能够展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啊 彼此之间啊这个多个agent之间不会出现非常非常逼近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有了这个底层的motion的policy 有了前面这个place recognition 那把这两个把这两个模块组合到这个modeler的学习系统里面 最后我们要来学习一个基于这个图表真的一个决策的这个网络啊 构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们可以发现啊 最后我们只需要更少的部数就可以达到我们图像编码的这个目标 而且从一个多个实验的结果来看呢 我们还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成功率 那么除了这个一点以外 更加好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policy 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鲁棒性 对于这种odometry里面drift odometry里面这个飘移的这种噪声 具有一个很强的鲁棒性 强到什么程度呢 就现在现有的一些方法 在做这种image go的导航的时候 所加的噪声其实都不是real world的odometry的噪声 它只是在一个绝对的pose上增加一个高斯噪声 也就意味着是其实这个pose是无偏的 它只是会有一些方差在里面 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方法在带drift的噪声的这种odometry上 所表现出来的性能 相比于现有的方法 在没有drift的噪声的这种odometry上 所表现出来的性能相比之下还有一个更好的性能 但是我认为这个 我们认为呢这个优势主要就来自于我们所构建的那个具有invariance 很强不变性的那个图的表征对地图的表征方法 那么这里呢可以来看一些案例 这个是在这个应该是在Gibson这个环境里面所做的一个image go navigation 这么一个task 下面的这个图呢蓝色的部分代表机器人所创建的这个图的节点 那么这些紫色的部分呢代表机器人所检测到的frontier 那么粉色的部分呢代表机器人当前所在的这个节点 那么这里呢主要是为了可视化把这个节点呢画在这个地图上 那实际上整个过程当中机器人都没有access这些绝对的pose 那么可以可以看到通过这么样一个测试 然后机器人能够比较高效的到达上面图像所给出的这个目标所在的位置 那右边这个呢它的地图会更加复杂一点 那这个机器人先是陷入到一个局部最优里面 然后又从这个局部最优里面脱困去往下一个代探索的目标 那么可以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路径还是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策略能够帮助我们到达图像编码的这个目标所在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导航的策略还有可能面临一个sim to real的这么一个gap 也就是说我在仿真里面训练能不能在实物里面去做 那我们知道要解决这个gap光靠数据集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数据集里面所有的图像和观测都是基于我们所采集数据时的那条轨迹来产生的 但是对于强化学习这样带有带有闭环特性的网络学习来说 我们必然要面临当机器人脱离掉数据采集的轨迹时 我们能不能在那个脱离了轨迹的新位置上产生新的数据来帮助他训练 这就是仿真和dataset之间的区别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个类有没有我们就会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去构建一个data driven的仿真器 他呢能够在这个偏机器人偏离轨迹的时候能够去渲染新的数据 这个新的数据的划分能够跟real world的划分非常的接近 那么针对这么一个目标呢 我们又构建了一套这种surface reconstruction 也就是表面重建的一套方法 然后这套表面重建的方法呢 能够在新的试点上进行一个photo realistic的渲染来产生新的数据 达到我们这种data driven simulation的这么一个美好的预期 那么我们也是提出的这套方法呢 具备一个global的consistency 具备这种全局的一致性 而且呢通过对于地图表征的设计呢 还能够实现在构建这种dance表征的同时 同时还能够实现一种低延迟的全局一致性 实现这个surface的表面重建 而且基于这个surface的表面重建呢 我们能够因为有这个很好的几何特性 我们能够在新的试点上渲染出比较好的图像来 相比于现有的一些方法呢 新试点的这个渲染能够给出更好的psnr 那另外呢当我们把它从把这个方法从室内推广到室外去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kitty数据集 但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kitty数据集上的图片呢 在它真实的数据集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所采用的轨迹呢 并不是采集kitty时所采用的那个轨迹 那同样呢因为这个比较好的这个surface的重建呢 我们在新试点下所渲染的图像也不会出现非常 也是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效果 那此外呢我们也能把这些像鱼翼啦 像发现量的信息呢 都给它编码到这种surface recontraction里面去 然后当我们在新试点的时候呢 能够渲染出多个模态的图像 像深度啦RGB啦 发现量啦 semantic啦等等 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种data driven的simulation 那上面呢主要介绍了一些navigation 我们在navigation方面 希望把它推往universal的real robot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 像data driven的仿真啦 像把这个长序列的强化学习 结偶成一种上下层分层的这种短序列的问题啦 还有包括像这种invariance表征的设计啦 这是导航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这种grasping方面 面向universal grasping所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把这种universal grasping问题呢 定义为一个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去抓取一个物体 在一个natural的sign里面 就是说没有经过预先设计的非受控的natural的sign里面 并且呢这个我们所抓取的这个物体 我们所定义的这个目标是通过一种自然的交互所给定的 也就是说不是说我能够提前知道我们要抓的目标是 是怎样的一个ID 是怎样一种pose等等 都是经过一种natural的interaction来的 像语言啦像图像啦 所以呢这个问题相比于universal的导航而言 会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 其实首先呢是一种交互性方面的挑战 那么这个需要去面临一个clutter的环境 比如说不同的物体堆叠在一起 那还有一些occlusion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物体会遮挡另一个物体 可能我们想抓的物体甚至一开始都没有看见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多模态的问题 比如说natural的interaction 它是用语言来编码 它是用图像来编码 而不是用object本身来编码 这是它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呢是因为interactive的存在 即使我们认识我们想要抓的那个物体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还要去对付大量的unseen的物体 因为这些物体虽然不是我们想要抓的东西 但是这些物体很有可能会干扰到我们 我们想要抓的那个物体 所以导致我们不得不操作这些干扰的物体 那么这些物体很有可能都是unseen的 我们从来在训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体 那为了操作这些unseen的物体 我们就必要去解决open set 我们就开机的问题 也就是在测试的时候出现训练 其中没有出现的那种问题 那如果我们要学习一个有universal的这种grasping的policy 我们就必须要去解决以上的这些挑战 那为了真为了为了去解决这些挑战呢 我们首先先定义了一个更加先定义了一个任务 就是基于language goal 也就是语言目标的unseen object的一个manipulation 我们是我们呢在这个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任务里面 我们的目标物体是被编码成了自然的语言 那么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去利用一些大模型 像这种visual language model VLM 就是图像和这种语言的一些模型 还有包括像大的这个语言模型 像GPT啦 LAMA啦等等 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各种各样的模态 来以及帮助我们做最后的grasping 那么一个理想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也就是当一个用户 他给出一句话 比如说give me the banana 或者说甚至更抽象一点 I want something to eat 就这种性质的指令 那么这个机器人呢能够根据这个指令 在一个clutter的环境里面 去抓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么即使这个物体 即使我们想要抓的这个banana 被其他的物体所遮挡 打致我们无法直接抓 那么他也能够先把其他这些遮挡的物体 clutter的物体先移开 最后把我们想要的物体给他抓出来 就意味着这个任务 如果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的话 他也最好是这个样子 那为了实现这么一种比较ideal的这种理想方案呢 我们需要进行几个 我们是做一些工作 首先呢 我们对图像语言和抓取呢 进行一个联合的建模 都放到同一个网络之下 那么对语言的部分呢 我们采用这个 我们对语言和图像的部分呢 采用一个clip模型 来对这种图像和语言之间 进行一个联合的建模 然后这里呢 我们从原始的图像呢 首先经过一个detection 来变成object centric 以物体为中心的这种表层 变成一个一个小的像素块 然后呢 跟clip 然后借助clip 跟这个语言 给它建模到一起 来生成一系列的token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利用现在一个grasp net 来生成很多候选的抓取 那么这些候选的抓取呢 其实隐含了机器人抓取能力 抓取难度 以及一些clutter 对clutter的场景 对抓取的影响 那把它呢 也是当编码成一系列的token 然后利用一个cross 利用一系列的cross transformer 把这些不同模态的token的进行一些组合 最后生成我们想要抓取的 我们想我们决策出来的一个抓取的post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来实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何从图像 把一个图像编码成一个个object centric的小的patch 如何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面临着一个unseen object segmentation的问题 因为除了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物体之外 那些干扰的物体也是要操作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open set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提出了一个物体instance分割的方法 这个instance分割的方法呢 既能够去分割我们已经 我们在训练机中见过的物体 也就是分割出来以后 给它打上一个我们见过物体的标签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能去分割那些没有见过的物体 因为那些没有见过的物体 可能也是我们在操作的物体 那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在clutter的环境里面 把一些的物体先变成object centric的patch 用于后续的操作 因为全图跟利用clip去做操作的话 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构建这些物体的一些仿真的模型 就是我们利用前面也是同样的利用一些类似nerf的方法 但在里面加入surface reconstruction 来做一个物体的重建 那么在这个物体重建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把deno的feature给它偶合到了这个nerf重建的过程当中 那利用deno的feature之后呢 它能够有效的把前后颈进行一个分割 只帮我们能够把后颈和前颈分别建模在两个不同的nerf里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在无需人工标注前颈的情况下 把这个物体的3D模型给拿出来 并且呢能渲染新视角 那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呢 我们最后把这前面的整个 这个关于vision language和grasping的这个联合的这个cross attention的这个网络进行了一个训练 那最后我们有两个比较惊喜的发现 第一个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训练方法 组合了大模型和这个cross attention的这个网络呢 最后所在未见的和见的就是scene和unscene的物体上 它表现出了task的成功率是非常类似 这也就充分的体现了大模型把这种scene和unscene的差异呢 进行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抹平 就体现了大模型在这种决策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优势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点 在于我们发现这种从把它从在仿真里面训练完 即使是基于图像的这种policy 把它从仿真当中训练完迁移到15当中去的时候 它的性能的下降是比较小 可以看到从上面70几的 从77这样的一个性能迁移到15去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骤降 而只是从77 74这个水准降到72 那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把大模型偶合进来 然后通过一些架构的设计 使得带训练的参数 这个cross attention的参数非常少 能够带来的一些优势 比如在sign和unseen之后得到有抹平 在sign迁移到real的时候 这个性能的下降不至于非常的显著 那这里呢也是给出一些案例 这里面物体呢也是夹杂着sign和unseen的物体 另外呢这些language的指令呢 都是也都是unseen的这种模板 比如说可以看到get something to hold other things 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性质上去描述一个物体 有些呢get around object可能就不是这个物体本身的一个名词 即使是这样的这种方式下呢都能够进行一些抓取 而当我们把它从仿真迁移到15去的时候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即使这种clutter的环境下 也能够先通过抓取一些干扰的物体 最后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呢给它抓出来 那此外呢有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啊 人类的这个语言指令里面除了这个抓取的目标以外 还有放在哪的这么一个目标 比如说当我比如说像右边这个我想抓取一个toy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希望这个toy呢 能够被放在桌子的左边啊 所以我们进一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还把一个很把一个language的指令呢 通过gpt把它分解成一些这种 把它这个解析成一些方位词啊 然后通过clip呢 结合方位词和前面的这些图像的表征呢 结合到一起来导出最后物体应该放在哪的 一种这种位置上的一个表征 那么从右边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啊 我们一开始这个物体啊 这个toy是没有办法抓取的 就所以呢这个机器人先把这个干扰的物体给它抓开 然后呢再去把这个抓取的物体给它拿 我们想要的这个物体给它抓取出来 并且放到我们预先希望它放置的这个物体上 我们需要希望它放置的这个方位上 那前面呢是这个language go的这个物体的manipulation 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image go的物体的manipulation 这个在学术圈呢现在叫做table reorientation 就是把桌面上的物体进行一个整理 那么这个问题的设定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面临一个clutter的场景 但是呢我们给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不是用语言来编码的 而且用图像来编码的就是一个目标 场景的一个一个照片一个图片 我们希望机器人呢能够根据这个目标场景的图片 把当前的这个场景呢整理成目标图片的样子 那么在这个任务里面所面临的挑战的比刚才会更大一点 除了clutter之外呢 因为我要操我而关心多个物体的放置 所以这里面还会牵扯到比如说交换的问题 一个物体占据了另一个物体的目标 这种交换的问题 还有selective的问题 就某些物体是最后我希望它出现在gosing里面的 某些物体呢我希望把它扔掉的 那另外呢所有的物体都是unseen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比较大的一个real arrangement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不展开细讲 那我们也是借助前面我们所获得的一些insight 我们说我们把整个策略呢分解成grasp see and policy 希望呢通过把这种modular的这种方式 能够把这种policy的结构作为一个先业 嵌入到整个网络的学习当中去 并且呢我们这种也算是领域首次的 领入了一种seed的策略 那模仿这个人在操作unseen物体的时候 把它抓起来 先在手心上转一转看一看 来确定它到底是什么的这个过程 然后通过这个节用的架构 以及这个seed policy呢 我们最后也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能 相比于这些现有的一些rearrangement的方法呢 有了更好的unseen object的感知能力 有了更好的一个 有了比较好的一个这个 有了比较好的一个效率 就是用更短的步数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另外呢而且成功率呢也是更高 那么可以从右边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来 从一个clutter的场景最后放到一个go的场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些物体先被挪到旁边的这个垃圾桶里面 有些这个物体 有些物体呢我们把它放置到目标的位置去 那么在不确定这个物体是什么的时候 机器机器人会在手上这个左右端详一下来确定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后把它放到我们想最后确定了他是什么东西以后 放到我们想要他放的地方去 那么右边两个案例都给出了 最后机器人通过多轮的抓取和决策 能够把桌面呢整理成我们事先给定了go thing所摆放的那个样子 那通过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在grasping和navigation的一些这个尝试和探索之后呢 我们希望做一个反思啊 我们说我们发现了这个presentation的design和policy architecture的design 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只需要训练一个不大的模型啊 就能够实现啊 解决一个不那么大规模的问题 就能够实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些性能 那为什么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特性呢 以及如果我们未来再碰到其他任务上去设计 这个tresentation和architecture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获取 有没有一些这个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作为参考 所以我们想rethink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rethink的这个维度呢 就是说因为我自身是控制理论 控制理论和科学这个领域出身的 所以呢我把这个policy和经典的 在控制机器人的这个控制理论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说在经典的控制理论里面 它经常会包含多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叫observer 叫观测器 它的作用呢是把它从观测 像图像啦 像其他测量的原始数据映射到 我们所构建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是核心的控制器部分 它通过当前观测器所输出的状态 和一个目标状态 形成一个误差状态 然后基于这个误差状态呢 通过这个控制器来导出一个策略 然后这个策略能够把这个误差状态呢 逐渐变到零 那么当误差变到零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达到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构 那通过通过观测器和控制器的协作能够实现最后误差变为零 那么在控制理论里面呢 这个叫做稳定 那么第二个呢是当我们在控制实际系统的时候 因为一些物理条件的约束 比如说像电机我们只能控制它的电流 最底层其实它是在控制它的电流 那么就意味着控制电流可以改变它的力矩 控制它的加速度 然后控制它的加速度 我们才能控制它的速度 控制它的速度才能控制它的位置 那么因为这个物理物理特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通常在设计控制系统的时候 是多个loop的 也就是说内环在控制电流 中环在控制速度 外环在控制位置 那么这些不同的环工作在不同的频率 并且呢外环的输出 控制输出其实是内环的一个勾 内环的一个参考 通过这样一种多环的结构来实现 最后对一个具体物理系统 一个实际世界物理系统的一个控制 那为了实现这个控制呢 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方法都包括像线性化 那意味着那既然我们做线性化 就意味着局部 我们只能实现一个局部的控制 局部的收敛 那么在局部收敛的情况下 这个初始化对整个控制策略的初始化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传统的方法 控制的思路通常从这两个角度下手 一个是如何让它实现一个局部收敛 以及如何进行一个初始化的设计 那么相应当我们对比到policy的时候 其实这个policy跟control 其实在实现同样的功能 那么在学习的这个术语之下 这个policy其实是从observation和一个go 直接输出到最底层的action 这是整个policy 当然这是整个policy所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为了为了去实现这么一个 为了去实现这么一个policy呢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像强化学习这样的方法 那么强化学习这样的方法 本质呢是一个基于采样的这个方法 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优化的过程中 并没有确实的去关心 这个从observation和go到action的这个过程呢 它到底是线性还是非线性 所以它其实把非线性和线性 这些模型本身的差异 全部都无视了 完全采用sampling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么一个类比下来 我们可以发现强化学习的策略 它必然有一些好处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直接去对付了 这个nonlinearity 没有去做线性化这些操作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它能够收敛 那最后它一定具备了更好的convers 收敛特性和更好的性能 因为它直接解决 它并不是在控制一个线性化的系统 而是在控制最原始的那个非线性的系统 那么其次呢 它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从observation直接导出到action 那么这个链路呢 它就意味着强化学习能够实现 端到端的优化 那么除此之外呢 而且因为我们不需要构建这个误差状态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go和observation 可以处于不同的模态 比如说observation是图像 我们的go是语言 那么语言和图像之间 它因为不需要构建这个误差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让这种不同模态的这个信息 在网络里面进行一个交互 来进行实现一个策略 但是第二条的这个第二条的这个优势 其实潜在的也带来了一些劣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基于因为强化学习是基于sampling的 所以它必然它的效率是没有控制器的效率来得高的 那么其中这个一个不低效的原因 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强化学习 并没有显示的去构造一个误差状态 没有去显示的构造一个误差状态 那这个意味着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问题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控制来说 我们想把一个当前状态是4 把它控制到3 把它从当前状态是5 我控制到4 把当前状态是6 我控制到5 这对控制来说 它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误差都是1 我们要把这个1的误差量给它控制下去 但是从强化学习的这个世界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它的网络内部很有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个显示的误差表征的一个设计的话 那么它网络内部很可能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它可能是在记住 如果当前是4和5 我要怎么控制 如果当前是5和6 我要怎么控制 如果当前是6和7 我要怎么控制 而它网络内部很有可能在学习 把这个问题的规模一下子给它上升上去 本来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误差控制问题 结果变成了一个基于绝对状态的一个分类讨论的问题 所以这个很大程度上给网络带来了一些挑战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借助一些经典的方法来显示的引导这个error implementation的设计呢 就有希望来获得一个更加好的efficiency 那么第二点呢 是这个长序列的这种策略 在网络里面这种长序列的策略 我们可能能够通过经典的控制手段 来使把它变成一个短序列的问题 那这个呢 在前面已经见了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经典的控制器在底层 然后呢 上层只需要解决决策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整个决策的周期horizon就变得更短 那成功率呢 也就更高 那么除了之外呢 还有这个控制的 因为物理系统的约束所构造的这个multi loop的这种结构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到policy的结构里面 作为prior的话 那我们就有机会把它逐个模块的去进行训练 components by components的训练 然后呢 即使我们希望它做短短短 我们也可以在每个模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训练之后 再进行短短短 从而去实现一个更加优秀的效果 那最后呢 是这个sim to real的问题 那么这个部分的问题呢 我们发现通过foundation model和这种data driven的这个simulator 可能能够有效的去缓解两者之间的一个gap 那么有了这些思路以后呢 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去定义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的话 那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仍然目标是要去构建一个universal的mobile mobile和manipulation的一些policy 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不需要去训练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关于视觉啊语言啊动作啊一个多模态的大型的一个模型啊 其实这个在做的事情是有类似于现在这种google 这种google的像rt1啊rt2啊 pamia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啊 但是呢我们不去把这些多模态的东西放在一个统一的非常巨型规模的网络之下去解决 而是通过这种经典的控制里面的这种分层次啊结构上的约束了 来使每一个问题分开来解决 然后共同在端到端的时候呢 都能够从一个比较好的初始状态开始后续的工作啊 我们希望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么基于这些思路呢 我们也是在一些实际的机器人上做了一些尝试啊 比如说在这个工业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任务叫做机器人的视觉伺服啊 我们在这个视觉伺服里面做一个做一个控制 那么通过这个coron我们通过前面所说的这个误差状态的这么一种概念啊 这个insight我们通过把这个当前的图像和目标图像之间 我们去构造他们的误差 用光我们不去编让控制器不去考虑两张图像 而是去考虑两个图像之间的这个特征匹配啊 利用这个匹配作为它的误差 一种误差状态的体现来让它进行控制啊 来让它进行一个policy的学习 最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policy相比于经典的控制 无论在成功率还是误差上都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又去模仿这种经典的这种adaptive control 也就是自适应控制的这个架构啊 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分别来进行 这种扰动的估计 以及这种视觉伺服的策略 那可以发现 当这个机器人不但能够去对付一个动态的目标 而且呢 它自身被扰动的时候 比如说相机跟机械臂之间这个关系 能够被大幅度扰动的时候 那个机器人也能够很快的把它恢复过来 然后在这个被扰动后的新的姿态上 达到我们想要的视觉伺服的一个效果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把它推广到一些腿足式机器人上 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个场景呢 就是机器人有一些关节坏掉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那么在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上 在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上去做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自身控制和这种multi looper的这种思路 并且结合这种经典的另运动学的控制 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发现 当机器人 即使这个策略 在部分的关节损坏的case上做训练 它也能够直接泛化到新的关节的损坏上 而且从仿真到食物 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胃条 就可以在食物上进行一个实现了 从这个性能对比来看 无论是在成功率 还是在学习效率上 都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性能 那最后呢 这些工作也都是我的一些学生共同完成 也是感谢他们 也是感谢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同学的时间 那我今天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王教授的精彩分享 那大家肯定想跟王教授交流一下 那如果有这种交流需求的同学 可以打开自己麦克风 然后解除静音 对 然后我建议提问的同学 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单位 和自己关注的方向 这样交流也会更聚焦和高效 行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交流环节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可以随时打开麦克风交流 王老师你好 可以听见吗 能听见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来自华文的张衡 然后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桌面整理的那个网络里面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给定的这个场景到目标场景 多物体抓取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序列这个规划的里面 这个就是动作序列也是由大模型来做的吗 里面的动作序列是我们训练的 大模型在这里面主要负责这个感知的部分 那所以说就是这个动作序列也是由这个网 你们训练的这个网络来决定的对吧 对因为这个大模型的存在呢 它感知的部分可以从可以从网络里面给它排掉 所以呢里面动作序列生成的这个网络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其实实际上大概就是个两层还是三层的Transformer OK就像那两层的一个Transformer就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先抓哪个 后抓哪个这样的一个序列就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对吧 对那这里面核心就是我们GRASP和C这两个策略是两个单独的网络 然后最后组合到一起再去做半道关 所以它每个网络其实都挺小 OK我还有第二个因为我本身现在是做这种跟工业物流比较相关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这种无论是这种大模型还是您现在做的一些这种网络的一些探索 在这种工业的领域比如说仓储物流或者说一些其他工业领域 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比较能够接近落地的一些case 对于我们这种企业的来讲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 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一个看法 因为在这个现实的一些机器人系统里面 你想借助大模型去提升机器人本身的性能 尤其是像物流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受控的场景下 我觉得机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因为因为并不是说里面这些控制系统真的已经是烂到不能用的这个程度 那大模型主要的优势主要体验它的universal上 就是说它不需要为了一个 它就是说它不需要针对一个新碰到的物体 新碰到的信息 我要重新对它去进行一个训练 这是它主要的优势 那所以从这个优势出发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大模型主要带了一个新优势 比如说最基本的像识别像检测方面 我可能在标注新的数据上 或者在认识新的物体上 能够不需要重新去标注很多样本 然后再去训练一个新模型 它可能直接就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开始了 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整个效率能够变 这个重新部署的效率能够变大变快 这是第一个事 然后第二个事呢 是这些物流的这些场景里面 它其实里面基层的逻辑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当机器人和工装和产线去对接的时候 它的逻辑会比较复杂 也就意味着我本来我需要做一些编程 比如说和通信的接口 和这个机台的通信做编程 比如说我通信的一些一些逻辑了 还有通信完了以后 我的这个动作的逻辑了 这些逻辑会比较的复杂 那也就是大模型有可能在这编码 这些逻辑的地方 比如说我找一个开源的大模型 然后在现成的一些编码上 这种行为层级 behavior层级的编码上做一些fine tune 那它有可能出现 能帮助我们很快的去对这些新的这些任务 能够很快的有一个行为层面的自动的一个编程 那人只要基于这个自动编出来的成绩 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东西对于工业物流 这种reconfiguration 就是快速的这种重配置 我觉得大模型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的 OK我大概没有 那就是您刚才第一点的话 相当于大模型 目前主要还是用在这种半截固化 或者说非截固化环境里面 就用这种偏未知一点 比如说像这种现在这种家庭服务机器 通用抓取这种可能它未来的前景 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吧 对或者就是任务的复杂度比较高 OK好谢谢王师 王老师你好 我是负担的董政 然后也就是做一点机器人的制度编程的东西 然后看到你前面分享的关于机械的视角和大模型的视角来分析 但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对这个健身观去聊也不是很多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机器人他编程的用程序编程的地方 你这边有没有就是一个分享 就是到底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上程上程的层面 比如编排啊任务啊可能需要程序编排 那他就是这些程序在这里边会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他有多少个层级等这样的我可能想想请教一下 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就是学的这些model啊 然后他这些策略都是学出来的这些policy 然后在从用方面是不是有可能 比如说比如说我把它变得程序化会更好用更维护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这个分享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 我先回答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程式的层级这一块 我先介绍一下现在的机器人 他就是现在真的在工作的那些机器人 他大概是怎么一个程序结构啊 首先这些机器人他本身他的控制回路里面是有一个层级的 这个有一个编程的这个需求 那么这部分编程的需求主要是完成最普 你可以认为把机程软件化的一个需求 就把它变成一个功能性的接口 变成一些功能的API 比如说对移动机器人 我的最基本的API就是让它实现去某一个目标点啊 安全去某一个目标点 对机械臂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让它去某一个位置 这是最最最底层的一个编程的层级 然后在这个之上呢 会有一个这种任务的层级啊 也就是对他这些这个编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装啊 比如说对移动机器人而言 他可能有一些是目标引导的导航啊 比如说我每次都希望他到某个机台的正前方啊 那么当我这个机台变来变去的时候 这个机器人仍然能够在某个机台的正 保持在某个机台的正前方啊 这个被是相当于是一个原子任务层级的啊 或者我们叫Primitive啊 那么这这样的一个层级在做编程 那他这个程序会依赖最底层的这些运动的程序 来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对于移动机器人而言最常的就是目标概念的导航和地图 地图坐标概念的导航 那包括如果进一步扩展 还有刚才前面提到像图像概念的导航 语言概念的导航等等啊 这个层级大概就是一个一个Primitive层级了 然后这两个部分通常都是由机器人的机器人公司里面的研发来完成的 那么再往上还有一个层级就是如何把这些Primitive给他组织起来 让他真实的在工厂里面去完成一个具体的任务 比如说我先通过地图导航到某个目标点 再通过动作的再通过物体这个目标概念的导航对接某个机台 然后再通过比如说把这个物体顶上去 把物体降下来把船上来开启 通过这一系列Primitive的导航一起构建成一个最顶层的这种任务层级的 这么一个这个代码 所以呢总共它的程序的架构大致可以分成这个三层 那么最顶层呢往往是通过一些工程的人员 他在现场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编写的 所以他们这三层它出自是在整个机器人的这个生命周期当中 处于不同的阶段在编程的 这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您说就是我们训练的这些model 和这个大语言模型的编程 到底这个我们之间要不要去做一些结合 那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认为 我觉得最底层的东西 现在的控制完全不输给大模型 就是说大模型在里面不一定有介入的可能性 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这个控制有的 因为它基于模型做 那如果有模型在里面 它的泛化性一定会比你用神经网络学的更好 那么训练的这些神经网络 像我们这里讲的这种强化学去训练这些中层 这些决策的网络 它更适合处于的这个阶层 应该是中间这一层 就是Primitual这个级别的 它如何利用更底层的一些指令 来实现一个Primitual级别的控制 这个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于利用这种神经网络的方面 去做训练 因为这个除非这个中间这一层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工程师 它能达到的水准 可以用这个神经网络去进行一个替代 那么最顶层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大模型这种编程方式比较好介入的一个点 就相当于对底层的Primitual进行组合 因为这些通常因为它都是由工程员来编程 那么工程员本身它的编程水平肯定是不如研发的水平的 那么对于这个 所以呢这个Primitual层级 任务层级的这个编程 它本身的难度不会非常的高 那么这部分它比较适合用一个大模型 直接根据任务的描述来产生程序 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那么至于要不要用大模型 把中间这一层所训练的网络去做像可解析性啊 透明化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必要 我觉得训练一个网络 训练这种比较偏向于底层的网络 就像我今天在讲的这些 它更加适合在中层做工作 然后大模型用语言模型所生成的这些程序 更加适合在顶层做工作 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谢谢王老师 这个讲得非常精准的 对就是我还要就最问一个问题 关于说的比如说 面向就是中端用户的这个编程 这块你有没有就是 就是了解的这个场景 因为这个我感觉就是现在还是相对比较处 早期吧 就是复杂的这种上层的用户编程 还相对比较少 过你这边有没有这个相样的分享 就是就是有大模型变成的这种场景 我自己因为不做这个language model这一块 我主要还是更多的是用language model这一块 所以我没有在上层做一些研究 就是上层这一块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我的研究可能更多是在中层 但是上层的也其实是有一些需求 因为其实这个需求的来源就相当于 当我当这个工程师带着这个机器人到现场去的时候 那现场的机台 它的通信协议可能是五花八门的 因为这个通信协议的五花八门会导致我们这边 就是机器人这一边的任务的编程的时候 一定是要定制化的去编程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我能有一个大模型 通过我在prompt里面告诉他 这个通信协议是这样子的 能不能完成一些 比如说和传送带对接 和高架枯萎对接 和这个某些产线去做对接的程序的自动生成 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这个程序本来其实都是由工程人在编写的 但工程人如果他没有很强的电器背景 来了解这个通信协议的话 他其实编出来的程序很大 经常是要出错的 就是说他往往能工作 但是他鲁帮性不强 这个程序的鲁帮性不强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会有一些机会 就是我的就从商业的角度 我认为他所取代的机会 就是这个程序本来有一些 不那么擅长编程的人在编写 但又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程序 会比较适合的东西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您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您说 啊好了刚才调好了 就是就是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我是来自华为云的同事欧阳明 我们目前就是做巨神智能 也包括抓取和和那个移动 我主要是做移动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那个导航里面有提到一个water model 嗯世界模型那个我们在各种场合见到了 我想就是请教一个就是在这里的话 世界模型它具体是指的什么东西 然后一般是去怎么实现的 然后它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也是第一个问题的 OK那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机器人机器人控制或者说机器人决策这个问题 其实它是通常都是用一个叫马尔科夫决策模型 这样一个模型去表征了 那么在这个马尔科夫决策模型里面 它的核心的一步就是从上一个时刻的状态和上一个和当前决策所做出的控制 一起推到下一个状态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简非常精简的一个数学的表征 那么water model我理解的water model就是要去建模这一项 就是从上一个模型从上一个状态和动作一起能够推出未来的状态 那我理解就是要去建模这一项 那么这个时候现在很多的事情在说water model 那取决于我们状态的表征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温文价实里面 那我可能我状态的表征可以是一个bev 从上一个时刻的bev建模一个water model 在控制之下推广到下一个时刻的bev 也可以是图像 比如说我上一个时刻的图像 在控制之下推广到下一个图像 那么这就是water model所要去建模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在我选择不同的状态表征之下 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 比如图像会更难一点 这个本身三维性的建模会更简单一些 或者更加抽象的状态表征 比如说我直接用一些这种物理量 来建模它可能会又会更加简单一些 因为它维度逐渐的降低 这个是water model本身所面临的挑战 那为什么要建模这个water model呢 核心就是我能如果我有这样一个water model 那么它在短时 我可以用这个water model来帮助我产生数据 从而帮助我训练这个policy 那么这也牵涉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不直接训练policy 而选择先训练water model再训练policy 那么这里面那个我个人认为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在于 无论你走什么轨迹 它的water model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policy来讲 无论我给它不好的数据让它训练policy 和我给它正常工作的数据训练policy 它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我先走water model 因为water model是可以基于数据训练的 但policy很难基于数据训练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训练water model再去产生数据训练policy 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个policy 和实际世界交互所需要的次数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water model本身 它是不是存在一些OD的问题呢 特别是在用图像 在用观测空间的数据做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本身也面临一些OD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water model 基于water model的这种策略训练方法 跟这个实际世界的交互 给它结合起来来做 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water model本身也需要交互来做进入的提升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思路就是我们通常叫model based的 RL所采用的一个思路 对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谢谢老师 那大概也理解了 然后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做巨车导航 其实大部分的客户的要求需求 并不是一定要要求自主探索 我觉得自主探索可能 一直比较难 等一下是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场景 就是在室内服务机器人的话 大部分都是可以先让他 遥控他去走一遍的 这也是现代的很多基于斯兰的方法去做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想用这种基于 这种学习的方法去做这个事 就是要目标就是要不要有斯兰那一套 不要有建图 就是不要有以前那种纯米点语线图 就是想用这种基于学习的这一套 就类似于RT1 然后去做这个事 但是我们做着发现这个东西 它本身是基于模仿学习 或者基于那种监督学习的 然后发现它的 也可能是我们目前不过深入 所以现在感觉它 范化性并不怎么好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方向 如果说是用学习的方法去在这种 可以这种程序下去做这个事的话 就是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一些工作可以推荐吗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我前面提到的 利用这种比较基本的一种学习的思想 去做决策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想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 神经 我想通过一个时序的神经网络 把大量的这种图像 或者激光给它记下来 然后用神经网络去做决策 那么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必然面临了范化的问题 就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怎么表征这个 时序进来的图像 在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如何去表征这个 时序进来的图像 那么这个时序进来的图像 如果我们用一个 如果我们不对它进行任何的约束 不对它做任何的这个设计 你很难保证 它的这个时序的神经网络 比如recurrent network 它内部的这个表征 是学到一个可范化的东西的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工作 大家都在探索 如何去 就是在不用Slam的情况下 如何去表征这个地图 就这个图像流进来的 这个图像流 我怎么把它给表征到 我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空间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用图去表征的一个关键 那其实我今天在讲的这个东西 基于图的这种policy 我虽然介绍的是一个 unknow environment 它要去做探索 但实际上 如果你事先已经有一个图了 这个程序去 这个这个方法其实也完全是适配的 就是关键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个好的表征 对于地图的表征 它决定了你到底能够犯法到什么程度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嗯 好那大家看一下还没有问题呢 哎王老师那个您好 呃我是来自华为云机器人团队的刘景毅 然后我们主要是做的仿真这一块 然后刚才呃听到就是您介绍的那个对他追问的 simulator 然后呃对那个比较呃感兴趣 然后想请您这个呃呃深入介绍一下 然后呃我这里主要有两块问题 然后第一块的话就是呃那个data追问的仿真器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使用它的这个pipeline是怎么样的 就是刚才提到你们说就是它有那个数据是基于这种固定视角的嘛 但是data追问的仿真器它能够在轨迹发生偏移以后 它重新去呃重新去这个呃呃产生这个数据 而且有用到这个呃基于surface的表面重建 而所以想呃请您这个在深入的介绍一下 嗯嗯好那我就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工作 就是surface就是我们其实整个采取的这个框架比较像这个nerv的框架 呃但是就nerv里面主要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场景的表征 它是用一个神经网络来做表征的 另一个呢就是可微分渲染 就是基于这个场景表征怎么来生成图像 那我们其实在框架上像这个东西 但是呢改了几个东西 第一呢是图是这个场景的表征 我们把它从一个巨大的mlp变成了一个基于这个基于grade feature 就是叫feature呃或者叫feature grade的这边有点像ngp啊 但是这个比相比于ngp呢因为我没有这种深度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会事先把这个把这个grade feature能够产生的区域 利用点灵信息做一个引导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场景表征这一块 所就是跟这个大没有采用大mlp 而是采用一个这种点灵引导的这么一种局部的呃 点灵引导的这种grade feature field 那么第二个点呢是这个differential rendering这一块 那么nerv的differential rendering呢它是基于density 然后用alpha composition来做这个渲染的 那我们现在在做呢因为是想做表面重建 所以呢在这里面是基于sdf来做这个来做一个可微分的渲染 那么这个这个工作呢像这部分的东西呢像news啊这些 应该都也已经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现成的工具在里面啊 那么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以后我就希望最后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物体的表征 而且同时呢能够关心到这个可微分能够关心到渲染 那么那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怎么做这个大范围啊就很比较大的场景 而且呢还有一个是做实时啊就当场景当比如说slime轨迹发生改变的时候 怎么样把原来的这个表征适配到新的轨迹上去 那么我这里面呢就牵涉到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多个这种这个feature field 这这样的一种表征结构 从而来帮助我们去实现这种service重建 而且是在线的啊 啊那么就是你们这个呃环境 他首先是需要去扫描的吗 它是一个呃三维重建以后的一个模型吗 对 呃环境就是在扫描的过程中的实时重建 哦实时重建对这个是一个这种就是这里这个video是实时的啊 我给你实时指的是它是它是这个呃 嗯 就是边边运动然后边这个生成这个训练数据是吗 呃啊不是这是我指的是在重就是在做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是实时的就是边运的边运的我就一边有service产生的 对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重建出来的呃这个这个场景的话 他他会有我看到他这个呃图像他是比较真实的 那他的这个几何属性的话呃这边会会有去关注吗 对这这张图就展示了一下几何的图形几何的属性就这个是法相量吗 发相量很大程度上提前了这个表面的几何属性 因为我们用了service recontrasting 所以他几何的属性相比于这种纯neuf的做法其实还是要好比较多的啊 呃你们你们这个工作有基于某一个仿真器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这个这个不需要借助仿真器 然后然后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部分不需要技术仿真器 因为他主要就是重建和渲染啊 啊 所以主要就是呃在重建的以后然后去生成可以去呃在新的这种训练的数据 啊好的感谢啊然后我还有呃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另一块部分的就是大模型呃大模型在这个呃机器人中的应用 然后呃想知道就是您呃现在在这个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您就是让大模型去呃输出的这个内容主要是什么 因为我呃我们尝试做过一些然后也看过一些这个呃工作发现 他主要的这个呃作用是从我们的呃这种不太规则的这个呃这个问呃问题里面 他让大模型去抽取出呃这个一些关节信息 然后形成一个呃我们给他规定好的这个表达的范式呃比如抽抽取出这些关键词 然后呃再由后面的这个程序去呃对这些关键词去进行这个处理 然后呃呃所以所以就想知道这个大模型的除了能够出出这种关键词以外的还有其他的这种使用方法吗 啊呃呃您说的就这个使用方法主要是这个ll就是语言模型的这种使用方法 语言模型语言模型使用方法您的您的这种使用方法是比较常见的就相当于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用 那还有一种使用方法就是把它就我我不关心他最后解析出来的东西 我直接用大模型的最后几层的token feature 然后这些token feature 跟我其他的比如说图像啊跟其他的部分去做这种cross 这种cross attention啊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我直接用大模型的token feature 那么利用大模型的token feature呢我就有机会去做一些大模型的微调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任务上是用了一个类似的呃在这个任务上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把这种把大模型的啊就这里相当于我们先生成了一些显示的这种关键词 然后再放到后续去我们也试过用大模型后面的几个feature直接接到后续的这种控制里面去 然后呢微调大模型的时候用一些像promise tuning这样的技术去微调大模型 那这时候他的性能会比我们提取关键词的性能还要更好一些 因为他我们有机会去fine tune他啊 啊好的感谢王老师 嗯好那我们这边时间呃对我们给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 嗯可以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嗯啊我是港中生的陈畅 嗯对对我想问一下就有两个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一个是回到开头那个探索部分的那个那一块嗯他怎么呃导王他说那块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因为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 嗯对对这个图就是这个一个问题是这个high level的high level的这个 额结图接点的这个探索节点选取你的这个光处是怎么定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问题是 就是这个你因为你跟你说这个只记录了这个reality post的信息 嗯如果只有reality post的话你在复用这个地图的时候 你怎么保证你能够把这个小车定位到这个图接点上 就是是是必须要这个对是必须要这个图的小就是必须要这个车车的这个位置能跟图的节点完全重合吗 因为你没有绝对坐标对OK我觉得您这两个问题问的问的很有意思啊 第一个事情我我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我们把这个角把这个policy变成了节偶成了上下两层了以后上层做方贴的选择下层做基于这个选所选的 Frontier来做运动的这个这个policy 我们并不是说对上下两层分别做单独的捐读去做的 我们是对下层做了下层因为是一个是一个局部的运动的任务 我们可以单独把它用一个强化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它 那么在这个下层任务训练完了以后那意味着整个网络其实已经可以工作了 就整个系统其实可以工作了 所以我们没有对这个Frontier的选取给显示的ground choice 而是说我们是套着一个已经训练完的底层的网络 然后让他去做强化学习直接用强化学习的弱卧的让他更快的探索 更快的到点更高的成功率这样的弱卧的去引导他去训练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监督学习在单独训练这个Frontier的探索 而是利用整个系统的闭环的强化学习让他自己去探索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图像表征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节点是来表征自己的 但这个节点连在哪一个节点上取决于他当前place recognition的结果啊 如果他当前的place recognition结果是已有的某一个节点 那么关于自己的这个节点会定到那个 因为每个节点存了一张子地图啊 每个节点能存一张子地图 那么当前的这个节点会连掉对应的子地图去 然后也是relative pose 对就是基于那个强速度匹配可以定位到某个节点 嗯对然后预测一个reality pose 但这个reality pose是预测出来的其实他还是存在一定误差就跟实际增值 呃对跟实际增值存在因为你在实际复用的时候 他他的这个呃位置可能跟你的训练集中的位置不太一样 所以我训练的时候也也是用place recognition固出来的 并不是广告处置出来啊啊就哪怕你训练的时候广告处置 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去handle的误差 主要是place recognition的误差 这个时候在边上的误差其实并不大 相比于你存这个pose 你发生一次闭环所引起的pose的误差 其实是要小很多的 嗯 所以说整个这个这个呃这个探索不任务 他还是需要这个sample 呃就需要是sample base的这样一个训练方式 所以他就还是需要在反正器中执行 啊对 所以我刚才特别说说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最后如果我们要做仿真器这个事情怎么做 还有就是same to you 这件事情怎么做啊 但如果其实用激光的话 其实这个事还好吧 啊对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motion的policy 是完全可以sample real的 就即使在反正器里面工作 完全不在实物里面做finetune的话 因为他基于这种2D的情况比较深 所以完全可以做transfer 嗯嗯 那你有你有尝试过offline rl的路线吗 offline rl 如果呃如果你是你是希望他去解决sample real的问题 还是希望他去本身develop这个policy呢 这个这个问题 呃避免先不先不弱的问题 呃那我倒是没有尝呃我在这个任务上没有尝试 在其他任务上有尝试 这个主要的就是offline policy 你踩的数据的丰富度的问题 ok啊他就他可能不是就他跟模仿学习有点不太一样 offline policy他既要有好的又要有不好的 嗯对 嗯对 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后面一直提到那个multi loop 就是你希望这个通过分层的节有的方式的将任务这个复杂度化 对 然后是这样就是multi loop的 我觉得我认为啊 就是呃分层就hierarchical分层的优点是 就是他他是可解值性比较高 然后他能够降低呃任务复杂度 但是他的缺点是他会他多分层会引入这个累积误差 呃额端到端的问题呢 当然如果他他的优点是他能够避免就是减少累积误差 那他缺点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期限导航大模型 他的监督信号只来自于这个control 就是比如说的速度呃线锁角色度 就是他的监督信号非常弱 相对于他的这个高位的输入来说 对 那然后从现有的工作来看呃路线上来看 比如说PAMI和RT1它是属于rccan rccanPAMI属于分层的 那rd2它是属于因为它将action当成一个lamp 所以他他呃就是直接端到端干到底了 对然后您的刚提到一直非常推崇的是这个multi loop 所以我想看你的意见就是你觉得未来这个呃 mobile manipulation foundation model 它是应该是一个 hierarchical的吗 啊您的意思是说啊呃我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放一下这个东西呃就是您您刚才说的这个 我我觉得我说就an to end的和这个这个hierarchical的 an to end的我是完全认可 但这个hierarchical的部分我我我跟您的理解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我对an to end的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代表它从最终的los来训练整个pipeline 那这个从而实现避免这个中间累积误差产生问题 但是中间这个pipeline的结构非得是一个从神经网络从头到尾 还是说中间由有一些解析的但它可微分能传到t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说是非得是一个神经网络干全部的 就是他中间的架构还是存在很多的变化了 那在我们介绍刚才介绍的这种这个方这个导航的任务里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把这个策略分解成了两层 我在上层并没有做任何的光猝死的监督啊 所以他并不存在说上层有一个有一个累积误差的问题 而说我上下两层它其实都是统一是在这个这个这个一个 探索任务的reward之下去做端到端的强化学习的啊 所以虽然我们用了这个hierarchical的架构 但是我没有在每一层都给他施加一些监督 而是都是用了整个任务的task对他进行监督 所以我觉得这种架构它本身属于end to end 但是它并不存所以它并不存在累积误差的问题 那么我们做这种架构如果要跟这种传统意义上理解来 end to end的去对比的话 它实际上是把end to end的里面这个中间的这个网络 它结构应该成设计成什么样 从结构上对它去约束 而不是说不让它做end to end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 嗯我有一个我有一个问题 刚刚你提到这个 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这个比如现在这个框架 它是end to end的 但是你的high level的时候你是需要选取一个呃 那个呃图图阶点作为一个够点 然后再将这个够点输入到local plan local plan policy作为一个go condition的rl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你会需要提前选取一个这个go 呃够点那这够点相当于把这个呃 pipeline打成一个tool stage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够点选取出现错误的话 就出圈偏差的话你能认识local local local policy 它不会引入这个误差吗 嗯就说如那如果说我的go选择有问题 那么下面的local policy会出现问题 它整个task reward就会降低 啊啊就就并不是就我我觉得您就您看的这个意思 就有点像如果我神经网络中间一层出了问题 那后面的会不会出问题 其实如果我不对中间这一层施加显示的loss 那么我中间这一层有没有语义啊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语义 我说这东西是个go 那那神经网络从从这个整个这个computation的角度来看 他怎么知道中间这个东西它是个go 还是一个hiddenhidden variable吗 啊就就我觉得这个差异在于你到底是不是对中间施加loss 对对我懂你的意思 你其实你的训练方式跟现有 比如说呃呃那个new audible呃 active neural slam的方式其实是稍有有有点像那个 但是我们还是end to end的训练过来 他其实中间是断开来有多个loss的 对但你这个方法的这个答案是有缺陷 就是你的训练起来会非常呃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个呃 sample sample的这个呃 次数呃需要其实数据反而更少了 因为每个问题简单 但是他主要的问题在于你要构建多个训练的任务 嗯嗯嗯这是一个这个区别 好的那呃呃成尚同学这边已经问完了吗 哦对对嗯嗯嗯OK那不知不觉也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充分 对然后就如果后续有合作需要或者申报王教授的博士呢 就可以给那个王教授发邮件 对了王教授的邮箱是在那个啊 浙阳大学官网也可以轻易获得啊 嗯嗯那我要不我这边也发到聊天框里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啊OK对然后啊呃呃本次会议呢也接近尾声 然后非常感谢啊王教授分享对 然后如果有那个呃还有交流需求同学也不用着急 对然后我们可以扫描这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我们进群继续交流 对然后有呃错过或者说想回顾今天会议的同学呢 呃也可以在呃B站呃搜索QPH频道 后续呢会把本次的这个例会的录评啊 放到B站上大家也可以回顾 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了 我们就结束了啊 然后感谢王教授对 然后大家可以下会了 好谢谢王教授 好感谢各位 好感谢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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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